T31高雄气暴灾区传出好消息 前镇区的一名孕妇苏太太 她在8月9号顺利产下了一名小男婴 今天市长陈菊和社会局长张乃迁 前网月子中心探视 而且亲自送上大红包 夸赞小生命非常健康非常漂亮 会气暴后的高雄带来了新希望 可爱的宝宝躺在母亲怀里睡得很香甜 高雄市长陈菊送来生育津贴 宝宝丝毫不为所动 来一天刚好是来怕这个 因为太大声让他们吓坏了 不过这一切我们都非常感谢 都很顺利 平安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看 跟你说很恭喜 新生而小苏打的预产期是20日 因为发生高雄气暴案 比预产期提早了11天报到 回想起逃往中山高宫的经历 苏妈妈余悸游存 其实那一段路之前应该三分钟就可以到了 可是那一天走就觉得 大概十分钟都还没到 事实上这个是比一般的金虾子还大的 我们没有看到就像电影看到的那种 那种你是大概一生都不会忘记 一个新生日诞生用这个来安慰它 来开导它这个就是一种最好的 目前灾区已经完成钢板装施工 各路段的断面清淤八月底前完成 是否会补助受灾店家的营业损失 这些劳工的身据 还有他们营业的损失 这个进化 就是挨家挨户 在沿线的部分都在进行 根据高雄市社会局访查 八月一日气暴之后 前镇临亚灾区至少有八个新生而诞生 也为灾区民众带来新希望 新航亚太电视李娟荣林宏观 台湾高雄报道 伤及指带视当中 网数学acia女将 员 inic 感谢观看